明大道最危險的老闆娘 你現在幫我們做奶昔嗎 不好意思 我來打失敗 剪掉 幫我失敗了嗎 開放那個25歲以下的弟弟 今天我們又要帶大家來找 各行各業的美女老闆娘了 人正又有商業頭腦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沒有到阿姨啦 他們都還很年輕啦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看看 美式漢堡店 Big Alice Burger 希望老闆娘跟美式漢堡一樣 讓人家有那種 Juicy的感覺 有沒有覺得我這一集特別會介紹 特別有活力耶 對 特別有活力 這間店有個故事 就聽說啊 它剛開的時候 發生一點小意外 氣爆事件 那是不是媒體都很有興趣 他們來採訪的時候 結果 歪樓了 歪樓的原因是因為 老闆娘太正了 所以大家全部沒有在管氣爆 全部都在採訪這個老闆娘說 哇 怎麼會有這麼正的老闆娘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看看 厲害了 很正的老闆娘 做美式規格給你吃 超棒的 哈囉 嗨 嗨 老闆娘非常的開朗 老闆娘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 嗨 大家好 我是Vida 有什麼推薦嗎 點菜的話 我自己最喜歡是 大愛爾金年寶 然後 我們炸雞是最多人點的 那最招牌是我們奶昔 基本上每個人來都會點奶昔 好 而且奶昔是我親手做的 親手做 你今天點點的 必須好喝吧 對 真的好喝 聽說非常的香濃 對 好 不要再講了 再講我下一句話就是 我懷疑你在開車 但我沒有證據 你現在幫我們做奶昔嗎 對 做一個草莓奶昔 好 還好我已經很會打奶昔 我以前打奶昔 剛開店的時候 我一個小時打了四杯 然後四杯全部招待掉 你打太久全部融化 一個小時才打四杯 它也滿有勇氣 對 還沒練好就先開店了 一個小時打四杯 也能開一點 我想要想要小小自然值吧 不過不要這樣喔 你現在開幾間點 呃 要第七家了 第七家 對啊 你的生命自己會找到出口 人家這樣撒不隆隆的 也開了七家 不好意思我還打失敗 剪掉了 幫我失敗 失敗了嗎 其實沒有啦 就打太小杯了 我沒算好量啦 沒有啦 不是太小杯 杯子太大了 太大 你這樣拿出去 要跟客人收一杯的錢 好啦 我先勉強做你的白老鼠 你確定能喝喔 能喝 完蛋了 這個 還好我已經很會打奶昔 你幫我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喔好喝耶 很濃的 草莓奶昔 對 其實比例是對的 只是就少 我只是打比較少 你說老闆娘自己也滿喜歡 小酌一杯的 對 她的奶昔 自己給自己調的 裡面會加維士忌 我有時候會加給客人 問客人要不要跟我一起喝 反正喝醉的什麼東西都很好吃嘛 你們老闆一直都這麼ㄎㄧㄤ嗎 所以說什麼 真是幸福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離職 每天來都要問他們還要不要呆 之前聽說有人要離職 然後老闆娘先付給你 爆風 他啊前面那個 齁 他說我的愛很自信 結果還是離職 沒有 沒有可愛 聽說哭得還滿大聲的 就是哭到爆這樣子 然後就哭 有那種錯起聲 然後就覺得我愛太自信了 說真的如果老闆娘這樣 然後哭 真的也不夠發回來 你會衝過去抱著他 抱不疑 那是我後悔 哈哈哈哈哈 這邊是Oreo奶昔 像我們小時候吃的那種冰炫風 你們沒有拍的時候 我就是一次成功 可是你們這樣沒拍到 就坐這邊的時候 對 哈哈哈哈 喝喝喝看 因為奶昔其實是我們賣很好的一個品項耶 好喝 非常好喝 是吧 還有那個餅乾的香味 對啊 聽說你做這個還做到代餐是不是 對啊 這個是我做了漢堡店以後開始做代餐 因為我做漢堡店就胖很多 剛開始開的時候 我們一天每天要試漢堡 然後試麵包 所以就胖到60幾公斤 然後又要喝自己打的 奶昔 打的奶昔 失敗的都要自己喝掉 捨不得倒掉 對啊 因為那都是很好的原料啊 對啊 那種客家清潔的精度 就像把它喝掉吃掉 然後就胖很多 然後後來呢 因為我爸是醫生嘛 我就跟他一起調了這個 雖然是你維持身材的秘密武器就對了 有點像 是真的 其實我之前沒想是開民宿嘛 開民宿 對 然後我就覺得我想要民宿裡面 我自己有餐廳 然後所以我才先投資第一家餐酒館 成功以後我就覺得我喜歡餐飲 我喜歡我的民宿裡面還有漢堡店 然後所以我就再開一家漢堡店 所以妳一開始開店就很順利嗎 沒有 妳有沒有遇到什麼挫折 稍會啊 對啊 放一下這樣很大聲 其實那個跟你說就是超小的事情 就是只是一個我們平時在用那種卡式爐 裡面小瓦斯罐已經都用完了 可是因為它其實裡面都還是有剩一些餐流 然後我們員工就沒注意就把它放在烤箱上面 烤箱的溫度其實很高 所以很危險 然後就預熱就爆炸這樣 所以這件事跟妳是沒有關係的嗎 是我自己也沒做到員工訓練嗎 就是本來員工會發生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有問題 其實一件事情你做了100次 如果妳只要一次疏忽就還是會發生危險 因為這次吃它之後 感覺它把電子炸掉好像都把電子炸掉 不是我剛才那個不是我 市民大道最危險的老闆娘 這樣太危險 幫我後配這一個 這樣太危險 那妳疫情的時候受到影響也蠻大的 因為前前後後有好幾次禁止內用 對啊那時候差超多的啊 那妳那時候怎麼撐過來 就是花自己的存款啊 花老本的那種概念 以前存的錢就是再拿來補 補開店 所以開店就很辛苦 每次大家問我有沒有要不要 創業或開店我都會超級不建議的 超級不建議就是開了期間 這也還蠻特別的 不是 因為我剛剛說 我不建議妳們開店 妳開了幾間 不好意思 連鎖地200家 那妳不是叫我們不要開店 所有的苦都有我替妳們承擔就好 不是 因為我蠻省的 就是我自己都知道我是很省的 就我都會把錢存起來 就是妳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用到這些錢 要補薪資啊 然後補房租那時候都要 疫情的時候虧損蠻多的 她剛剛有講到一點 讓我蠻訝異的 她說妳不要看美式漢堡店 她的毛利非常低 她的毛利只有8% 我想了一下 我說有這麼低嗎 她說人事 房租 然後麵包 16坪的店面 妳知道她請幾個員工嗎 她內場有4個 外場1到2個 加上老闆娘算是不知心啦 反正她是來喝酒交朋友的 對 我算是賠錢貨 對 她是賠錢貨 她不算她的薪水 不知道她的理論在哪 在哪 在那個半杯奶昔 對 我說 漢堡利潤8% 所以大家來要記得點奶昔 奶昔利潤90萬 所以奶昔利潤90萬 開玩笑 就舊存款 這個是經典的牛肉堡 然後這是瑞士蘑菇牛肉堡 我們的麵粉也都是用 其他地方御用的麵粉 所以我覺得麵包很好吃 這個餅皮是自己做還是跟工藝商買的 這個是我們給她配方 等於是量身訂做 對 對 只有我們這邊才有的 看起來很好吃 我們的醬也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調的 好吃耶 吃完以後食欲就來了 一口就可以了 真的好吃的嗎 真的好吃 真的對不對 對 那等一下還有一個熱狗 妳要不要咬一口 翻白院 對 它的漢堡有一個好處是 第一次有辦法把它 抹起來 對 女生可以很優雅吃 對 因為其實很多美式漢堡店的漢堡 都可能要用大午茶 對 剛剛好 這大手 兩邊捏起來以後 它都不會亂跑 而且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因為我跟你講 喝人的奶昔以後 我其實很飽 但是我還可以吃第二口 第三口就吃到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下一道 來 炸雞是我們最招牌 這個是我們自己調的辣美乃滋 然後這個是比較偏泰式清爽的酸奶醬 然後我來試試看妳的炸雞 試試看 講實話喔 真的真的 不知道之後我就卡 我就拿那個 我們都是用雞腿肉下去做的 全部都是烏烏的 對 因為這邊都女孩子來比較多 應該跟她自己本身有關係 她不喜歡吃 她自己吃得很狼狽 被男生看到 對啊 這樣我就是少幾個男朋友 她真的在打造她自己夢想的邊 對啊 平心而論 我覺得不錯吃 真的嗎 我覺得不錯吃 是否要沾在那裡 我們沾醬 我們沾醬都是自己調的 因為它在酥酥的外皮之下 其實它肉汁是有保留的 對 我覺得妳的炸雞的醃料 對 用的味道並不重 但是妳會加這些醬來變化出來 但是妳的炸雞有兼顧到 嫩跟多汁這回事 因為其實這小塊的炸雞 很容易炸過頭 對就會變成柴 對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 烤牛排都是烤很大塊 對 妳如果這麼小的牛肉 一下子中心就熟透了 就會變得很柴 那妳這個小塊的雞 能夠炸到裡面 還有汁 就覺得這不容易 妳的小塊真的是老頭 真的呀 真的呀 會髒 但是都懂 我覺得懂最重要 就像我永遠不會生孩子 但是我可以有很多孩子的 那妳後來怎麼又開了熱狗店 因為我也很喜歡熱狗 這是一個夢想 我們這個漢堡店它的logo 是一個人的臉 然後我還有一家咖啡廳 是一個女生的臉 就覺得可以把它做成一個 像家庭一樣 有爸爸 然後一個女朋友 養了一隻狗的感覺 她也蠻有創意的 對 不是有雞排的蛋嗎 對啊 所以人家就幫他們做周邊 然後所以紙啊什麼 都是他們授權讓我們用 然後我們出一款 他們專屬的漢堡飲料 跟一些炸物 還做我們自己家的T恤 然後在店裡都可以買到 所以我覺得工作上 旅程碑的 妳看Joeman 她現在不是跟7-11聯名 對 她說真的我有賺錢 一點點 但是其實那個錢不是很多 重點是台灣第一個網紅 可以跟7-11聯名 就像妳的概念是一樣 對啊 她覺得那是一種成就結束 對 這真的是 我覺得聽到這句話 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理念我能夠認同 因為我何德何能 我開一間小小的漢堡店 對 我跟愛迪達欸 愛迪達我們從小穿到大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做品牌最快的是 我想做一個品牌 就是連我員工都覺得 跟我一起工作會很酷 我想他們有替這個店覺得叫好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它自己就是一個最好的 大家覺得很好 對啊 其實妳看到 妳就覺得它傻傻 可是如果真的這樣覺得的話 那傻的肯定是妳 我不是很會經營 我不會打奶昔 我開了7家店 覺得只是想打造一個員工 都覺得驕傲的地方 愛迪達來找他聯名 對啊 妳做得到嗎 妳應該也做不到 有時候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是嗎 他努力就好了 對 妳只要讓他選擇妳 妳就成功了 開放那個25歲以下的弟弟 等一下我們操辦人生 最終回就在這裡 所有攝影師 30歲以下 明天開始都在那邊煎漢堡 我以為幾年後 他已經亞洲有700間店了 沒有 我現在覺得品牌做穩 因為我覺得像台灣大家就是 譬如說做一個牌子以後 就會想去加盟 然後給別人連鎖 我覺得有點危險 很容易把這牌子做壞 所以我就想說我自己想要先把品牌做穩 然後再來走下一步 所以我還沒有方向 所以未來還是有規劃要開民宿嗎 還是想 對 這是我的夢想 我現在這麼努力就是在存錢要開民宿 我大學我就沒跟家裡拿過錢了 我創業都是自己存錢 哇塞 真的喔 這麼厲害 就是自己存 我還以為說令尊會支援你一些 沒有沒有 我們家不知道 至少在起步的部分 完全沒有 可是我比較幸運 是我家人不會跟我拿安家費 安家費嗎 那孝親費啊 對 孝親家 安家費 你是股後載是不是啊 老大我要被關了 不是 給你匯200萬讓你當安家費 孝親費 孝親費 我以前當OL的時候 我就會看股票 然後週末會去咖啡廳打工 坐Airbnb要什麼都可以存到錢 然後就從一家店做到手上最多是有18家 可是我都自己打掃啊 我自己去洗馬桶自己幹嘛 沒人要做很多事 對 真的很厲害耶 真的嗎 我們都只會去開房間 他也會開房間 但是他是開Airbnb然後自己去打掃 對啊 自己打掃 我覺得他的經驗可以給你年輕了一個接近 你要開店之前看他做了多少 真的 不是說開店真的就開店 就是我真的花很多時間存錢 然後研究 去美國吧 有名的店全部吃了一輪 然後還冷凍帶回來給我們廚師 叫他試開開店 我覺得大家只看到光線亮亮的原因 可是沒看到我們背後不錯 其實人都是這樣啊 人有時候看到的都是人家最好 最風光最亮麗的一面 但你沒有想到很多東西 可能跟你想的落差甚遠 我推薦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至少我認為他的東西 滿符合我的胃口 那至於符不符合 我推薦你們來試試看 你們就知道了 你順便可以跟Vida講 你說我是看超派來的 他只要在店裡 他就會給你一個下杯這樣好不好